哈喽大家好,我是北哥,我们继续玩完整荣耀体验狐,然后本来打的是牌位啊,还想运那个百里守约,你看你看没机会吧,对面一口气就把百里守约给禁了,啊,诸葛亮,哦,地方先选,不是我先选,我百高兴一场,你敢选诸葛亮,你敢选诸葛亮,我就不敢选诸,选露娜,露娜为什么会被,一直被禁呢? 又不是很强,是吧,他们就当选发发,小诸葛亮又没有,哇,他这么快,他怎么这么快呢,这么快之后,我该用什么,又用这个鬼骨子吗,咳,咳,没东西用, 你如果要想上风,就只能用鬼骨子,鬼骨子要被对面抢了,又不好玩,其实我刚才也是想运诸葛亮,但是我看了队友,是吧,他不选,他不选我就会选,没听起来到他先选, 但是发扬,发扬传统精神,恐龙烂泥的精神, 现在辅助里面,我感觉就最喜欢的是鬼骨子,有速度啊,虽然被销了,速度销了,如果不销呢,不销就一直被定,销了之后才能换出来, 最后一个家伙说,写了李白,最后李白被对面抢了,李白没了,李白没了,用刘备。 Bit,Bit是什么意思的,这样子,咋子,这个是上风,咋子,我还用诸葛亮,诸葛亮应该帅气一点,难得出一个这么帅的诸葛亮,是吧,三国人物都齐了,西游记的人物还没齐了, 杀生,杀生猪八戒都还没出来了,我喜欢加速的感觉,走起来,这边是李白,李白不能让他嚣张。 救命啊,怎么都没有队友来支援啊, 啊,救命啊,hertz,urat,震汽忌 Cassandra, Hugh trader, 叫你们抓我 这家亏了吧 一个蓝还没打下来 损失两围 两元大将 鬼故事去干老人家 也是挺不错的 看老王以后 开个A技能跑 4比0 一下子就对他们的心理压力 产生多大的震撼 麻痹 你说麻痹有没有用了啊 这还在那里跑了 厉害啊 没人了 回个家 打得没 不能太太嚣张 很容易出问题的 现在还在护活了 打了这么久 李白还没四几 哎呀 李白好可怜啊 刘备怎么不打龙呢 不能用敌人的套啊 该发育经济的时候 还是发育一下 不是我能打得中的 对吧 你后遗是不是送风呢 后遗是不是送风呢 后遗是不是送风呢 我先散了,没血了 咳咳 再等两天他们可以投了吧 我都忘了,我居然还有这个擦眼睛的 我还能擦眼 D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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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 要死咯 六分钟了 对面怎么还不投 他以挣了一个屁把我崩死了 帮忙举报后裔花木兰 花木兰咋了 花木兰是掉线的啦 两个傻逼 你搞事情 哎呦 他喇喇的 专招我是吧 我继续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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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投你了 还在浪费什么时间 两个 这怎么打的 惨败 惨败的乌鲁足以形容 不投降 不投降就打爆他们 不投降的乌鲁足以形容 不投降的乌鲁足以形容